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通过这个专科医师考试的通过之后才能取得麻醉专科医师的资格 这个有专门的医院专门的训练麻醉专科医师的医院 例如说台北龙总 三军总医院 台大医院 英口长根医院 二医学中心 都要符合鉴定能够训练麻醉专科医师的医院 它没有区分 那就是看个人的兴趣 比如说你是做小儿麻醉 或者是心脏麻醉 或者是神经外科的麻醉 或者是产科麻醉等等 坊间一般来说称麻醉师 这个名词其实可能真的是用得不好 因为其实我们当然有分为麻醉医师跟麻醉护理师 麻醉医师执行这个麻醉的医疗行为 那我们也是由一个团队来共同来执行 一个麻醉的执行 我们就要做事先的评估 那当然这个是由医师来做评估 他这一次麻醉要执行怎么样的麻醉 对于患者是最适当的麻醉 经过评估之后 我们就开始执行 那因为麻醉过程有分为诱导 维持跟梳醒 还要恢复四个阶段 我们强调麻醉是一个团队 那由麻醉医师发号施令 护理师就是在旁边协助麻醉医师 完成这个麻醉的工作 麻醉最主要达成四个目标 第一个就是失忆 让患者免于手术的恐惧 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它是没有记忆的 第二个就是止痛 那在整个手术过程中 不会因为有痛的反应造成心跳变快 血压变高的情形 第三个是肌肉松弛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强调就是比较微创手术 微创手术就是伤口小小的 那如果你在一个麻醉的状况很好的情形下 它可以透过肌肉松弛的效果能够指开小小的伤口 第四个就是维持良好的生命征后 因为你可以打很多让患者睡着的药 也可以打很多止痛药 肌肉松弃 但是它会影响到它的血压心跳 那这样子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要用适当的剂量 来维持它良好的生命征后 适当的麻醉剂量对于整个麻醉的过程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征后 心跳、血压、呼吸 比如说你过深的麻醉 它可能血压降太低 会引起休克的情形 那如果说麻得太深 也造成它的呼吸意识 也会导致它缺氧的危险 所以适度的麻醉剂量 这是非常重要的 大致来说是全身麻醉 那少部分的话就是静脉全身麻醉 只有一种就是说 比如说做风胸手术的时候 宿中它觉得它需要醒过来 看大脚蛮满意 那我们这个就不能上全身麻醉 我们用硬积膜麻醉的方法 然后达成它这个手术进行 跟无痛分娩的方式一样 只是它打的部位是在胸椎 它不是打在腰椎 因为无痛分娩也是打在腰椎 那因为它进行风胸手术 它是打在胸椎 才能让这一个部分麻醉 来进行手术 基于病患的安全讨量 我们还是希望说 诊所的手术部分由整形外科医生 专心执行手术的部分 那至于麻醉部分 就由麻醉专科医师来执行 包括全身麻醉 或者是深度的静脉全身麻醉 或者是中度的静脉麻醉 都有麻醉专科医师执行 来得恰当 因为这会牵着到手术中呼吸道的问题 我们在进行麻醉专科医师的时候 一定会考量病人的年纪 还有他过去的病史 及过去的手术麻醉史 还有他的过敏史 就是包括有对什么药物过敏 你可以到诊所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麻醉专科医师 直到挂出来 第二个就是 如果没有看到的话 你可以用问的 看是不是有 可能有约聘的情形 那你看是不是有 拼认麻醉专科医师 来执行这个麻醉的相关的医疗行为 我还是建议民众到医美诊行 外科诊所进行手术室 能够找有麻醉专科医师 的诊所进行医美诊行手术 对自身的手术麻醉比较有保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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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